好了,又到這個辛亥百年華滄桑了 我是謝二芳 我是程志明 我是吳慧祖,大家好 中間有位稀客 都不是稀客,大家都沒見過 上一集有人問一下 遲了香港的立法局員 去了當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那位吳慧祖 上一次我們說了 我又靈機一觸,不如今集 反正麥兄就外遊未返 我們不如找吳慧祖兄來 跟我們做一節嘉賓 若然他有興趣的話 那就下次再來 起碼先做一集 我這個逃兵都被你捉回來 吳慧祖已經歸隱田園 深居簡出,龍孫為樂 三個孫啊 開心開心 多難找他出生 今天都很榮幸 請多一位吳慧祖 跟我們做一個節目 我們一開始 先講講前興 上個禮 剛剛過去的禮拜 是,星期日 搞了一個活動 是,怎樣? 那個活動 那個活動最主要是去龍躍頭 跟參加者一起 去看看,重嶺、鄧公池、魯維 以及附近的崇謙堂村 這些歷史遺跡 看到鄧氏的宗族和附近的村落的互動發展 最後就是去這個聯和區 粉嶺的聯和區 再看看新式區市的發展模式 聯和區跟以前相差很遠 很遠了 已經不同了 以前是舊式街市 一個區 現在是一些比較新式的建築 對,有些新式的建築 變成就是 回顧一下歷史 又懷念一下 這樣下一次 其實前興有些活動 放些相片 好,放些相片 大家分享一下 給一些意見 開心一下 雖然人未必 跟前興去走一圈 看完相片 好啊 多些認識一下 我們自己住的地方 剛剛我們過完三日為立法會 十三、十四、十五 三日加起來的人數 都有成 我猜應該有六、七千人 保守估計 第一天都有二千多人 第二天,十四日 幾百人 第三天最厲害 因為那天要包圍立法會 都有成三千人 第一天就擲飛機 是 擲紙飛機 希望將民意 投入立法會 裡面 讓大家都知道 香港的民意 並不是 香港政府自己說的民意 第二天 原來有一個 叫做 展J行動 就是 把林公公的J 引刀成一塊 不負他的少年頭 他是不是要有家長陪同才可以收汗 哈哈 應該是打PG的 我那天沒有到 拿了一百一公尺長的剪刀 就是剪J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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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三天呢 我又到了 那 就是到九點多鐘 大家就 那些人就 手 牽手 好 圍了 立法會兩個半圈 是 那到最後呢 大家都 鎖上手扣 那連這個 因為手扣都不夠 好像只有幾百 幾百庫 但是人數又很多 是 那要用一些索帶 就代表手扣 這樣就代表 手 手扣手 心連心 包圍立法會 那就是 這個這樣的抗爭 其實都很成功的 也都看到 就是香港的泛民裡面 能夠號召群眾 都 就是我看人民力量 都很難找到第二個 那當然 我們不會自滿 都希望就是能夠 更 喚醒更多的群眾 去做更多的群眾運動 是 那就令到這個 香港特需政府 就能夠 就是 翻炎 就是醒覺 否則的話 再這樣沉淪下去 都很嚴重的 不過其實你這個 行動都是一個階段的 是 因為它要收回 是嗎 是啊 要它撤回 就是根本就 這個諮詢也廢話 大哥 諮詢 就是說 問人家 問人家 好不好 災不災 其實 怎麼會災不災 根本就是不需要 不需要問 我根本就一開始就不災 所以這個呢 都希望大家市民要明白 這個 這個 替補也好 遞補也好 這個根本就是違反 整個憲法的精神 違反這個 普選的精神 所以 這個 搞下去 香港 必定是大亂的 再搞下去 這個特區政府 我也不知道想什麼 協 所謂民意而自重 但是 有些保皇黨 就是不知民情 七一之後 就轉了台 所以 都 香港搞下去 都不是我們香港人的福 都希望 我們這些運動 能夠 就是喚醒 一般香港人 這些方面 行得通 香港選舉一次 幾十年都可以用 一路剃下去 一路遞下去 一路遞下去 就可以了 大家列幾十個名單出來 好了 那麼 就是 我們都 既然請到這個 前中華民國立法委員 吳為祖先生上來 我們都訪問一下他 是吧 那麼 喂 可不可以整個兩地比較 究竟香港的 就是 當時你做立法委員的時候 還是香港 還叫做立法局 是不是 是 立法局 那麼 比較一下 就是兩地立法的 議會 議員 有沒有一些可以 就是 用來大家相比較一下 我就覺得 有幾樣子可以提一下 第一 就是 你香港 政府 我覺得有一件事 不是很好的 他直到現在都是 無論你 立法局 也好 以前的兩個區局也好 現在的區域 這個區議會 也好 政府死都說 就是 這些議員 全部都是兼職的 就不是全職議員 來的 所以我給你的議員 都是津貼來的 緊個戶口 換句話說 你是沒有一個正式的地位 是 但是在台灣的 立法院 立法委員 他政府公定的那個 我們那個層級 是等同部長 是 換句話 你兩相一比較 一個是業餘 一個是等同部長的 一個專業人士 是 你的身份地位 當然差了很遠 那你跟政府官員 是 是 要爭取一些事情 你當然說話 有力一點 是 第二 就是 我們在立法院裡面 我們的確每年 我們跟香港 立法局一樣 我們每年都審 預算案 但是我們 有真真正正的決定權 我們不可以增加預算 但是我每年都大撼政府的預算 政府每年的財政院上來 我們的確是逐項逐項去看 不合理或者不合法規的那些 沒有人能說 照得 是 然後呢 將 即是 大肆 大肆 砍伐過 完全我們覺得 合乎民情 合乎民生需要的 給你 行政院去執行 那 而且我們 因為每一個部會 在立法院裡面 是有相關的一個委員會 每個委員會 每個禮拜都開一次會 是 那 而理論上 那個部會的首長 一定會來的 副首長 一定要來的 給你質詢 那大家的新聞都看過 有時候有些首長沒有空來 跟著那些人就馬上 就不客氣 大罵了 即是說他又 疏忽職授 不尊重 藐視立法委員 藐視立法院 那他每一個禮拜都要來 那你想想那個監察的力度多強 每個禮拜 但是你那個部長 你要上來 接受 一天的質詢 我們通常開會 都是全日的 每一個委員會 我們 七點鐘就要進去登記 七點到八點 登記法院 這麼早的嗎 很早 大家要鬥早 那些民進黨那些 五六點就去 霸頭位 坐在那裡 就是 叫阿婆排 鄰街正 對 那為什麼呢 因為 你每日有幾十個委員發言 那他每人呢 限定五到十分鐘 那你 你知道呢 如果你排到第四五十名 你就要到夜晚 晚 差不多夜晚 四五點 那樣 第一你不可能那麽長時間 那裡 不辦其他事情 是 第二呢 就變成呢 你所有的傳媒的關注等等 你知道的 大家由九點鐘一路緊張 一路互貶 直到四五點 個個都累了 謝了 是的 所以個個都一定 欠最前那十名 那我們的僑選呢 其實是幾陰功的 我 朝朝 是七點 一早就排排 我通常都是十名內 不過通常都不輪到我 前十名講的 那一到九 九點前呢 就自然有些 那些我們叫做大委員 我們這些小委員 阿姐 你知道嗎 來關說 我們這些呢 即是僑選啊 還有這個 不是直選出來的那些 叫做小委員 就是比例代表制出來的那些 那些直接在地區選舉出來的大委員 自然就會找個秘書過來 喂吳兄拍檔啊 你讓我先說吧 今天我那個選區 有件事很重要 一定要質詢這個部長 那你即是幫他排隊 是啊 那我們又 好啦 幾乎每天都是這樣的 那但是呢 那你的確 真的做到 因為我們 我們裡面的發言 第一 你傳媒有紀錄 那個部長 或者副部長 立刻要回應你 那同時呢 如果你覺得做不夠呢 我們還可以 即時就在那個會議裡面 追問 就是你只寫一個決議案 然後呢 就要求所有 當時在會上面的 這個委員會的委員 就是副署 是 如果你超過副署 然後拿上去給那個主席 那個主席拿出來 好 大家表決 是不是通過 一通過了呢 那個部會首長就投行了 因為這個成為一個委員會 要求你的部會首長做 一個案 做什麼 那你的部會首長呢 你就一定要做 或者 你要解釋 你就慢慢跟我們解話了 為什麼做不到 所以我就覺得呢 只要你肯努力 在台南立法院 事實上你做到一些事情 是 因為就是 老實說有實權 起碼來說 不像香港那些 就是我記得 有一年呢 就是 就是 警察呢 對一些示威群眾呢 就是 就是 比較粗暴 那是 立法院的委員就說 我將你整個警察部門的預算 全部都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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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呢 就這樣 就照計呢 可能就不太大 你可以拖 是 因為你 我便審了 我逐條和你審 慢慢和你審 等你沒有薪水都可以 審你 你六個月都可以 就是等你沒有薪水 起碼來說 我不會不出錢給你 那你沒有薪水是不會的 因為 有緊急預算 政府規定 就是 可以 如果 我們其實時時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 到 就來到會期完 那個預算案都沒有過 那 如果到那個時候 只得兩個解決方法 一個 就是我們時時被人罵的 就是 包裹表決 就是 大家把所有的要求 都寫下去 然後 國民黨 民進黨 大家 因為國民黨的議員 當然有他的要求 民進黨的議員 也有他的要求 平時我們當然是互相針對 互片 但是到臨到尾 大家都要過 會期就到了 就包括他一起過 你那些又過 我那些又過 這個叫做包裹表決 就算真的過不了 政府還可以 動用去年同一部會的預算 一半 去洗著 頂住 所以就不會說真的 一毛錢都沒有量 所以 這些情況 起碼來講 問題就是 有權先 香港沒有權的 所以 這個 曾偉權 這個曾篤英 這麼把炮 就是 香港的立法 立法議員 都敢動 就是 台灣 說他真的 搞到你很頭痕 大哥你動他 你鎖 你拘捕他沒有問題 你只能用手去羞辱他 如果在台灣發生 就很嚴重 你那個預算真的要慢慢拖 我慢慢跟你玩 整個國民黨 或者整個民進黨 我把你那筆預算慢慢拘捕 拘捕他半年 那你就投行 根本兩 台灣的立法院 沒有可能出現這種情況 因為台灣的法律規定 就是 你不要說立法委員 你就算是 譬如台北市 有聽眾在問 台北市 高雄市的議員 這樣 除了你是現行犯 當場被捕 現行犯 那麼警察可以 鎖你扣你之外 其他 特別是我們立法院 你無論犯任何事都好 警察要拘留 或者要詢問一個立法委員 他是要先徵詢 立法院院長同意 他才可以進來我們立法院 來要求我們提供一些資料給他 那麼坦白說 通常院長 遇到這些情況 多數都不同意 當然 所以變成 除非你真的是現行犯 你真的拿一張刀在街上殺了人 當場被捕 十幾個人看著 那麼警察馬上來看著 你拿著一把 軟軟的刀 那麼你就 可能馬上拉回去 扣留 但是一般 大家都可能 新聞看過 譬如很多 黑社會 台灣 你知道台灣 以我那屆為例 三百多個立法委員 總有一些個別的委員 有些各種各類的問題 但是在我印象中 我在三年任期裏面 我就 我就 印象中我似乎沒有 記得 有委員 他在任期裏面 立刻現行拘捕 判刑 簡單一點 有個人物好像是 顏覆錶 顏覆錶 姓顏 我一下子 黑社會大佬 已經是罪案類類的 但是他是立法委員身份 你就不能動他 直到他要的戒滿 入期完了 那麼他又出來選 哈哈 有好幾位有爭議性的議員 其實都有類似的情況 所以這個老實說 也是保障 立法委員的身份 因為如果你不是有這些 例去保護他的話 你隨時政府就可以抓人 所以為什麼會有 議會裏面有免責權 你罵什麼 你說什麼 要求台灣獨立也好 要求解散中華民國 國體也好 對外是不需要負責的 任何都是說的 但是你在外面說 分分鐘你是拘捕人風聽的 但是在議會裏面 你對什麼都可以 法例是保障 你在議會裏面所說的 任何的東西 都可以有免責條 這個中華民國的 其實也不是中華民國 應該是 很多比較民主國家的 一些議會 都有這樣的情形 特別你記不記得 昨晚新聞 就說回梁玉忠 是 只是在立法院講 臭蟲出臭草 被人趕出去 如果因為一句 這樣的話被人趕出去 我想我在台北立法院 一天趕出去 二、三十個都可以 都可以 入屆營營 哈哈哈哈 好了 我們先講講 吳委員的前身 他做過教師 也是屯門區元 做了兩屆 兩屆三屆 1985年做到 1996 九六 做了三屆 四屆 我們三屆一屆 三屆一屆 然後就 平暴清雲 上去做區域市政局議員 是服務 然後就 再加觀盡著 剛才說過 香港區議員 和區域市政局議員 全部都是兼職的 全部都是服務市民 最後做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就算是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都是民意代表 我們的職責就是 為人民發聲 都是一級級而上 最後做中華民國的 僑選立法委員 雖然僑選是加上的 在立法委員 就是立法院裡面 基本上是沒有分別的 有小委員 哈哈 都很榮幸 請到我們吳委員上來了 有個聽眾想問 他說想問 台北市高雄市的市員 薪金是否存職 惠級等於哪一種 市議員 他就沒有特別說明 他就不同 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 我們的職級等同部長 但是市議員 因為台灣其實 省市議員 有很多級的 你譬如高雄 台北兩個是直轄市 即縣 跟著其他的 不是直轄市 又有很多個市 跟著縣又有的 跟著縣以下 鄉鎮又有議員 那這些 他基本上 這些就算是民意代表 是 就沒有特別指明 他是屬於哪個等級 這樣 那就是 我知道 譬如 村里龍 那些 村里龍獎 那些 其實政府都有一些余算 他有 津貼給他 譬如那些 李獎 政府每年都有一筆錢給他 修橋寶陸 那條李 譬如你弄幾個花槽 修橋寶陸 地下有個洞 填填他 或者是弄些路標等等 其實最低層的李龍獎 他都有工作可以做 是 不同香港的區議員 香港的區議員 只是只是說 整個花槽都要 如果你提到香港的區議員 我就覺得 在香港 我自己1985年當選 一直做到1996 我就覺得 做香港的區議員 最能夠做到的事 是哪個時候 就是 北京說他是那個 彭定康 北京叫他做什麼 我忘記了 北京當時有一個清告給他 彭定康來做港督的那幾年 是最能夠做到的 因為當時我印象很深 就是屯門區會有一個高級政務主任 跟我當面親自說過 他說 阿維祖 他說 因為彭港督一來香港之後 他發了一封攻銜 給所有各級議會的那些 各個部門的政府官員 他的要求是什麼 他說 所有各級議會裡面的議員 只要在議會裡面通過的議案 你所相關的那些政府部門 必須要執行 而如果你真的有宅外難行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以書面向那個議會 解釋 解釋 在彭定康的 我記得是千古罪人 是 彭定康在位的那幾年 你在議會 只要你肯勤力 不停去追一個議案 為居民去爭取福利 你總會得到一些東西 這個我印象很深 即是實際上他會做到事情出來的 是 因為實際上 阿姐提昆都說過了 區議會我們只是提出的 我們可以什麼議案都可以上 什麼議案都可以討論 但是因為有了彭定康這個內部文件 變成區議會裡面任何的決議 你就會成為一個決議案 送去當區的地區管理委員會 其實大家可能不知道 即使現在也是 香港的十八個區 他除了有十八個區議會之外 真真正正管理那十八個區的民眾事務 是另外有一個隱藏在背後的地區管理委員 那些委員就是由 那些所有委員就是 就是政府官員 即是各個部會 在當區的那個首長 那所有區議會的 決議了的議案 就送去這個區委會裡面 佳熱討論 那當然區委會的主席 就是當區的政務專員 那然後呢 剛才我說過了 因為你港督下個命令 只要議會通過 你一定要執行 不執行呢 你就要書面 給一個合理解釋 給議會 那所以區委會 就必須要尊重區議會了 那區議會的決議 很多時候 你就能夠爭取到 政府去為民眾做些事情 但是據我所知 九七之後 似乎 就沒有了 我不敢說 不過似乎 這些情況可能 沒有 不會經常出現 沒有很嚴謹 那 吳委員都說了很多 那 就是 兩地的 立法機構的議員 不同的 不同 那 那我們都言歸正傳 還有 第一指 還有幾分鐘 那我們都講一講 上一集呢 我們講到這個 中山南事件 是 是 中山南事件 就是導致這個 就是 國共的鬥爭 就 開始白熱化 是 因為 就是他 抓了李 李之龍 是吧 又炒了這個 蘇俄大使館 那些 代辦 那些 又監視這個 蘇聯顧問 那些 就是 國民黨和共產黨 就開始 有點抹面了 是 好了 最後導致到 靈漢分裂 是 那靈漢分裂是甚麼呢 我們一會兒 都詳細講一講 是吧 請雲委員都 都講一講 因為 靈漢分裂 是導致到最後 就是 又會出現了這個 共產黨建軍 南昌暴動 是吧 就是 令到真真正正的 國共兩黨的鬥爭的 開始 就是這個 靈漢分裂 到最後 靈漢又複合了 是 對面也有些 咫咫咫咫咫的 我們下一集回來 我們 下一輯 不是下一輯 下一節 下一節 下一節我們再講 好 我們現在去片 先去吧 待會我們再回來